嗨 大家好 超人最大的敌人可能不是毁灭日 但最惧怕的绝对非毁灭日莫属 曾经在漫画 动画 电影中都打死过超人 基本是超人的克星了 电影超编中的破坏力大家是见到了 电影中的设定来自于佐德的尸体改造变为毁灭日 而它的真实起源是什么样的呢 为什么屡次垂翻超人呢 下面我们开始吧 最早的起源它来自克星 而远早于克星人所出现的时间 属于克星远古籍的武器 它被造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 毁灭所有剑道的生命 初期的造型有点蠢 穿个大四角裤裳的一副石头怪的形象 但第一次出场就把超人打成假死状态 而在之后的大事件中 毁灭日以假死加偷袭的方式 锤翻了达克赛德 对 你没有看错 锤的达克赛德跑去找超人求救 斗的达叔满脸是伤 大超不计前嫌用母盒制好达叔 毁灭日与达叔的打斗中挨了一记 欧米加射线 但并无法抹除毁灭日 而且毁灭日有个赖皮的技能和圣斗士一样 同样的招式不能使用两次攻击它 然后竟然对欧米加射线免疫了 我去 新武二女后第一次出现 2013年被称为超人家族的诅咒 在大超的个人看里 曾经感染过大超 让超人慢慢变为毁灭日 看来获得新技能丧失病毒 超人感染后 还是靠火星猎人压制了毁灭日病毒 而最终 在对抗布莱尼亚克的时候 为了战胜老布 不得不开启毁灭日模式 最后双双消失在黑洞里 毁灭日拥有比超人更为强大的肉体 能够进行星际间的跳跃 有无限再生进化的能力 此Bug技能打败过达叔 血液里有克元素 天然超人的爸爸级 即便不敌对手 还有一手袍子技能 毁灭日病毒来同化对手 曾经同化过赫斯拉 复制对手的能力 复制过热视线 其实在电影中也有此能力表现 它几乎是所有英雄的恶梦 好像在最新即将上映的超人更跨离 咱们的黄化福可能日 据说会一致打死超人 大家可以去了解了解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也很关注 这里每天都有好玩有趣的内容更新 我们下次再见